近日 汪小飞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 但文章很快被删除 不少网友联系到此前她与大S的离婚风波 猜测她是怕再度惹怒大S才删文 但据台媒报道 夫妻俩并没有为此事而吵架 反而在几天前共同庆祝大S过44岁生日 据了解 汪小飞这次是为了陪老婆过生日特地返台 就是要重温夫妻感情 大S44岁生日当天晚上 汪小飞和老婆 两个小孩 以及徐妈妈等在家过生日 徐妈妈说 大S不喜欢过生日 谁帮她过 她就翻脸 所以我们一家人就在家里吃饭 没有出去庆祝 被问到夫妻俩互动如何时 徐妈妈称 有吃有喝有笑 大S和小孩都很开心 此前 汪小飞底台还开了直播 在直播中 她非常高调地回应了和大S的离婚风波 称两个人很好 大家不用担心 上次的事纯属误会 据悉 早在上半年 大S和汪小飞突然大吵闹离婚 但在自己的妈妈及婆婆张岚劝和下 夫妻关系缓和 如今看来 夫妻二人已经重归于好 还是希望夫妻俩可以遇事多沟通 多体谅 不辜负自己 也不辜负十年婚姻